戴耳塞睡觉有什么坏处? 孙继洲,西殿集团医院, 耳鼻咽喉头颈外科,主任医师。 戴耳塞睡觉是不可取的, 因为我们的听觉的形成的方式, 就内耳里边有很多毛细胞, 这些毛细胞都是不可再生的, 它的表面咸毛是我们收集我们耳内的声波的一个最基本的单元, 当我们不停地有声波传入的时候, 我们的毛细胞也在不停地运动, 它的运动它是有寿命的, 所以我们如果经常反复戴耳机睡觉, 就会引起耳内的一直有持续性的噪音, 持续地进行刺激内耳, 长此以往内耳的毛细胞会受到损害, 有可能形成神经性耳聋, 神经性耳鸣等影响到听力, 造成严重的后果, 所以说我们不提倡戴着耳机睡觉。 专家提示, 一, 带耳塞睡觉是不可取的, 因为耳朵内有很多毛细胞, 这些毛细胞都是不可再生, 它的表面咸毛, 是收集耳内声波的最基本的单元。 二, 持续刺激内耳, 内耳的毛细胞会受到损害, 减少毛细胞寿命, 有可能形成神经性耳聋, 神经性耳鸣等影响到听力, 造成严重后果。